热转印与热昇华有什么差别?从两大原理来认识。 热转印与热昇华差别在哪里? 两者都是利用极高温度将转印纸上的图案转印到衣服或支援的材质上。 今天一生要来跟大家说明,传统热转印与热昇华的差别。 首先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两者的原理。 热转印,高温结合高压转印图像。 热转印是经由机具设备加热后,将图样或文字烫印到商品上。 过程中还需要热转印机、转印纸、呈印物,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功能。 热昇华,加热墨水晶而渗入材质表面。 热昇华是热昇华墨水晶加热达到特定温度后,染料会由固态昇华为气态。 当温度下降,染料又还原成固态,这时染料可以渗入转印物品的表面,达到转印的目的。 热昇华与热转印的差别在于,有没有让墨水形态经过转化的过程。 透过热昇华转印的成品,手感平滑触感较佳,视觉效果也相当细致出色。 热转印的种类相当多元,热昇华转印只是其中一项,各有其特点与优势。 透过评估在决定使用哪种技术将使您示范功倍。 若您有任何热转印技术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向一生联络或询问哦。 一生成立超过二十年,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包含UV直分机、雷射雕刻机、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 拥有专业售后保护团队,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欢迎找寻MRT品牌一生,免费服务专线,0800-520-00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